叶志秋 叶志秋 说到韩雪你才像个人 眼珠子才动一下 我是什么 我在你面前就是空气 就是个活死人 叶志秋 你太狠毒了 嘲嘲什么呀 嘲嘲 别忘了你的身份 跟个破夫似的 我什么身份 烧奶奶吗 你把我当烧奶奶了吗 你说的没错 我就是破夫 不过都是你给逼的 是你把我这个前进大小姐 逼成破夫的 你有完没了 没有了 我没功夫给你嚷嚷 没功夫吵架是吧 好 那你有功夫把这个账单里 你怎么拿了这么多绸缎 你怎么拿了这么多绸缎 给我爹 我娘 我们家丫鬟老妈子做几件衣裳 做几身衣服 这得做多少身衣服 啊 我看你是天天买实时买 什么稀罕你买什么 什么贵你买什么 你怎么这么喜欢买啊 我们叶家就算是有金山银山 也都被你给掏空了 整天守着你这个没有的男人 我都要疯了 你疯了 我还要疯了呢 你这个破财的女人 哎呦 娘这样就能让你发火 让你跳脚啊 太好了 我终于找到一个 让你可以在意我的理由了 不可理喻 你根本没用到哪儿 不可理喻 不可理喻 你太不像话了 跟你妹妹立分 你为什么不去啊 我为什么要去 去看我的丈夫 去哭他的情人吗 哎呀 你就是装 也要装装样子啊 装样子 我装什么样子 我从今以后我不装了 什么淑女闺秀 矜持庄重 统统一边去 我想怎么做人 我就怎么做人 我要为所欲为 随心所欲 哎呀 柔满哪 你怎么变了 变了好 千金大小姐的做派 带给我什么了 除了自取欺辱 就是受人屈服 我不干了 从今以后啊 我无心无肺 我嬉笑怒骂 别人就得多在乎我一点 都得让着我一点 辱骂呀 你可是徐服的大小姐 不管怎么说 你也得装得贤得 否则的话 外头人会笑话我们的 笑话 我是千金大小姐 对啊 可是我这个千金大小姐 人家连看都不堪意 书房里的书 她都去翻一翻 我在她眼里啊 就是块碰路的 不连续 难道知秋她 结婚以后 她连我的指头 都没碰一下 她不是在书房 就是在丑端庄 成天拿着寒雪 给她的那把扇子 发痴 发沙 你们看啊 就是个活寡妇 我 我现在就去找 那个混蛋的东西去 哎呀 你这样咋咋咕咕咕咕 还把家者转得不快吗 你 人 还是一个人子 主门 不管怎么说 她是你丈夫 你是她妻子 就是手活寡也得手 水滴失船 神聚目断 相信她总有一天 会回来的 回来 恐怕要等到 日出西山 月落灯头了 都是些江南的小玩意儿 带给娘娘赏玩的 这景德镇的瓷器吧 真的很雅致 很耐看 娘娘喜欢就好 徐宝堂 难得你对朝廷忠心耿耿 不离不弃 现在像你这样的人 真是越来越少了 对了 本宫也有惊喜要给你 不知娘娘 给微臣什么惊喜 娘娘 崔玲 什么事总那么急啊 我去给强媳格格办点事 徐宗徐宗 黄贵妃娘娘 让你马上去冲华宫 黄贵妃娘娘 这是我召见我 什么事啊 这 这我不太清楚 于黄贵妃娘娘喜欢你 召见仪肯定是好事 赶快去吧 走吧 给黄贵妃娘娘请安 给黄贵妃娘娘请安 韩雪 你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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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变 你来了 变 韩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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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女儿 可找到你了 奇怪 你们父女俩这是怎么了 娘娘 韩玄 跟家里边闹了点气 离家出走 我们到处找都找不到 没想到我在宫里遇上了 原来如此 韩玄 既然你父亲在 如果你愿意 你可以和他回家去 如果你不愿意 你也可以继续留在宫里 谢娘娘恩典 既然如此 你们父女好好续续救吧 谢娘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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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玄 爹终于找到你了 来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来 跟爹说说 爹 这段时间发生了太多太多的事 我差点再也见不到你了 这浅浅浩浩 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怎么会到宫里来呢 爹 整件事我也觉得特别的蹊跷 你还记不记得 那时候 你让我跟杨毅山 去宣城看宣旨 是 当然记得 就是那一次 你被帮匪帮票 我们都以为你遭了不幸 是啊 当时 我真的差点就死了 幸亏老天有眼 让我逃了出来 那你知不知道 是谁又绑架你 我知道 我知道 是谁 宋振廷 你见到他了 他亲口告诉你的 不是 我是无意中 从绑匪口中得知的 可后来 我逃回了家 我居然在家里 见到了那个人 爹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那个人怎么会出现在我们家呢 他 他 此事 说来话长啊 这件事 我本不想告诉你 可事情弄到这个份上 爹也不想瞒你了 爹 你拿我什么了 你把话说完啊 韩萱 你不是爹的亲生女儿 亲生女儿 亲生女儿 您在说什么呢 我怎么可能不是你的亲生女儿呢 你听我妈妈跟你说 这是藏在爹心里多年的秘密 林昌天这个名字 你应该听说过吧 他才是你爹 我闻远 我闻远感到是 你满门被灭 只救出墙包中的一个婴儿 那就是 在那一瞬间 我发誓 要把这个孩子 把你当亲生女儿来抚养 可没想到 事隔这么多年 他们还是不肯放过你 那这些事 都是宋正廷干的 对 到底有多大的仇恨 会让人 会让他下得了这样的毒手 如何解仇 我也不清楚 我本以为 把你当亲生女儿来抚养 你就可以遮人耳目 可以平安无事 可没想到 还是被人透露了出去 宋正廷找上门来了 开始 我还以为 你在外进货 可以逃掉这一切 我故意把他留在家里 想稳住他 再见机行事 可没想到 还是让他发现 你大会那天 我接到你 被撕票的消息 肝肠寸断 我为了叶家 和徐家的脸面 不得不让你姐姐 如漫代价 你说什么 姐姐代价 你的意思是 只求 我 跟姐姐澄清了 是 我们都以为你死了 每一人的原谅你 我和若曼 都是万不得已啊 那知秋也认为我死了吗 是 是 看去 看去 来 来 那他们现在好吗 再怎么说 他们现在 已是夫妻 是 爹知道你幸福吗 你恨爹吗 我为什么要恨爹 不管发生什么事 您都是我爹 我现在谁也不愿 因为我知道 这就是我的命 你虽不是爹亲生的 但你 是爹心里最喜欢的女儿 徐家 永远是你的家 什么时候想回家 他们 永远为你敞开着 爹 我现在就想回家 爹 你带我走吧 你现在人带宫里 哪能说走就走得了的呀 哦 对了 你还没告诉爹 你是怎么进的宫 后来 金上先生给皇上做了武术教官 就把我印签给了贵妃娘娘 也是进了宫里 老天脸 让我们父女团聚 爹 我现在 就去跟娘娘寝思 不急 我在京城还要待段日子 我会找机会 替你向娘娘辞行的 早日带你回家 好 他没有死 他还活着 他的命真硬 老天 我和他难道真是前世一劫 这事就解不开了吗 不行 我得赶快离开京城 你帮我约他 明天晚上 在京城大学院门口 我要给他看电影 好 我一定转告他 不见不散呢 空月 你有没有听我在跟你说话呀 哥哥约你看电影 你为什么不去 再不去就晚了 跟你我就去 跟哥哥我不去 空月 你为什么呢 不行 你得去 你一定得去 这是我的事 我可以自己选择 空月 空月 就算你帮我一个忙吧 你去见见强卫哥哥 求你了 你别再说了 我从来没有喜欢过哥哥 为什么你要跟我父亲一样 比我去喜欢一个我不喜欢的人 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难道你看不出我的心意吗 难道到现在你都看不出我的心意 好 我们今天就把话说清楚 空月 听我说完 你可以选择不爱我 但你不可以阻止我喜欢你 更不可以逼我去爱我不爱的人 因为在我心里 已经容不下其他人 这辈子我只爱你 空月 你别这样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 你看 我很清楚我在说什么 我跟空月啊 只是朋友 放心吧 交给我 attack 说 Boom 肯定 你算什么 我喜欢你 我arales 我个体验 我看你一 rede 这êu probability 谢谢我的 Map 我看你手 我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你 你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哥哥 我 你 你 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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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姑娘 你要住店啊 掌柜的 我是来找人的 你找谁啊 我找徐宝棠 徐宝棠 徐老板 他走了 他走了 他什么时候走的 走了又 一袋烟的功夫了 老爷 天要下大雨了 走夜路太危险了 咱们还是先找个店住下 明天再走吧 老爷 天要下大雨了 走夜路太危险了 咱们还是先找个店住下 明天再走吧 好吧 只能如此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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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宝藏 你把我立即掠过竹岭杀过陈家 你现在还要叹善一群吗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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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许 他在宫里 还许他在宫里 还许 还许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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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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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燕 是我 杜娟 我给你剩点赤的呢 我休息了 你也休息吧 杜娟 什么事啊 刚才老爷说 说不二小姐还活着 大惊小怪的 老爷那么想二小姐 说梦话 说说二小姐 那不很正常吗 不是 不是 我听到老爷说 韩雪 他还活着 还在宫里 依珊 老爷是不是进宫的时候 看见二小姐了呀 杜娟呢 你也不想一想 老爷如果见到二小姐 那得多高兴啊 是不是 还是老爷太想二小姐了 说梦话都说着二小姐 行了 别想那么多了 睡吧 走吧 杜娟 要我说啊 还是先把老爷送回家吧 我觉得还是应该去宫里打听打听 看看二小姐是不是真的在宫里 不是 你问谁去啊 那宫里哪是那么好近的 你别管我问谁 那只要二小姐他在宫里 我就一定能打听出来 哎呀 二小姐早就不在人世了 你 一凌之间你看见二小姐不在人世了 不 不 俗话说 这活要见识死要见识嘛 你看见了吗 老爷不是给二小姐都立了坟了吗 你 哎呀 坟这是一种形式 那老爷昨晚还说 看见二小姐在宫里呢 哎呀 老爷是太想念二小姐了 说的那是梦话 你 你这你也信哪 李贺 回家 老爷叫咱们的 又怎么了 我好不容易那趟京城 我得去买点东西吧 这倒也是 那那你快去快回啊 来 给自己多买几件好医生 知道了 快进去吧 快回了啊 知道了 哎 干嘛的 别在这东张西望的 快走 大人 我想跟你打听个人 你知不知道这宫里面 有没有一个叫 徐汗雪的宫女啊 哎 这宫里宫女多着呢 什么寒冬寒雪的 我哪记得 快走吧啊 哎 公公 公公 怎么了 拿着 拿着 我想跟你打听个事 你知不知道这宫里面 有没有一个叫 徐寒雪的宫女啊 她会坐扇子的 好像听说过 在御上方吧 只不过我没见过 难道二小姐真的还活着 既然活着 老爷为什么不把他带回来呢 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德公公 德公公 坐下 怎么样 好些了吧 好多了 我准备下午就去御山了 不必了 你可以休息两天 德公公找我有什么事吗 大家都说 你要和你的父亲回老家去 我不知道这事是真是假呀 是真的 我真的想跟父亲回老家去 你不能走 为什么 不为什么 什么人都可以走 你不能走 你管我走不走呢 我就管了 我还告诉你 你什么地方都不准去 你必须留在公园 必须做御山坊的翠柳 可是余皇贵妃已经同意了 你不答应有用吗 是 但是 我还是希望你留下来 德公公 德公公 其实 我走你应该很高兴才对 我是不喜欢你 可是如果你要走了 来一个比你更厌恶的 那还不如你留下呢 你不能走 仅仅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难道没有别的理由 什么理由都没有 你就是御山坊的秘 是你 你 你 别拧护了 说定 别恨 翠柳 这德公公什么意思啊 我也不知道 他对你那么凶 却还把你留在宫里 其实 就算他赶我走 我也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 你爹怎么回事 我现在也糊涂了 我爹 他可能有他的苦衷吧 崔玲 再吃点粥吧 不用了 我吃饱了 秋喜 谢谢你啊 这一晚之后下肚 我精神多了 我没事了 你帮我梳梳头吧 我现在就想去御膳房 哎 好了好了 别哭了 到底怎么了 没有人欺负我吗 谁 谁敢欺负我们哥哥 是韩雪 韩雪 不会吧 你和他不是很要好吗 我以为他喜欢锦上空月 但是 他却心直淡淡地跟我说 他爱的是佳佳的叶真秋 我 我死了 所以 我乱大鱼 就去空月去看电影 我 锦上空月没去是吧 锦上空月敢对哥哥爽约 不是 是韩雪根本就没有告诉他 锦上空月 他偷偷地跟锦上空月在一起 他一遍我说 他根本就没有看到锦上空月 可是我明明就看到他们抱在一起 黄姑姑 我该怎么办 哥哥 你真喜欢锦上空月 你是认真的 那刘雪法国的事呢 反而那么难 就算没有空月的话 我也不会去的 好 我们哥哥喜欢上一个男人 那是他的福气 你放心吧 我会帮你 可是空月爱的是韩雪 他不会要我的 一个小小的韩雪 怎么能和我的哥哥比呢 放心吧 不顾自有办法 好香啊 我这儿来点儿就闻到啦 你回来看他真巧 来 我刚煮出来的吃点吃啊 好 你小心点烫啊 没事没事没事 你一块吃啊 我不饿 我出去一趟 这么晚了去哪儿啊 别管了 我出去有点事 婆婆 婆婆 你看 我们一袋粽子来了 给你抱一个啊 还在这呢 怎么了婆婆 又想二小姐了 婆婆 你别太难过了 我还是告诉你吧 二小姐好像还活着呢 婆婆 婆婆呢 别激动啊 我只是说好像 还没确定呢 是那天老爷去宫里行走 回来以后说梦话 说在宫里看到二小姐了 可能老爷跟你一样 都太想念二小姐了吧 不过后来我去宫门打经过 宫里好像真的有个 叫韩雪的宫女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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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干什么 你干什么 金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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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金城啊 不行婆婆 金城太远了 金城太远我也要去 你要去死我也要去 好好好去去去去 我想慢慢让你去啊 一山 你怎么在这儿啊 你跟踪我啊 陆军 你跟这个老起婆是怎么回事啊 什么怎么回事啊 我们以前一起要过饭 现在我给他送点粽子来怎么啦 不行吗 要送你就大大方方的送啊 干嘛鬼鬼祟祟的 我不想让人知道 为什么 我实话告诉你吧 老爷家曾经有人想害婆婆 是二小姐和我把他救出来的 之后我只要一有时间 我就会来看看婆婆 关于老爷家的事 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我怎么告诉你啊 你胆子那么小 对老爷那么忠心 你说我跟你说了 你帮谁 这不是让你左右为难吗 那你打算帮他到什么时候啊 我想带他去金城找二小姐 杜鹃啊 你是不是想二小姐想疯了 你把老爷说的梦话也当真了 还告诉他了 我心里就是当真了 一山 我觉得我们真的应该去皇宫 找一找二小姐 行了行了杜鹃 你可别说梦话了 天这么晚了 早点回家吧 走吧 我脚痛 走不动 晚上我给你洗完脚 再给你安安 行不行 太差了 走 老爷 你这两天的精神啊 好多了 我这几天 总是迷迷糊糊 老作恶吗 你呀 这次到京城啊 也不知道碰到什么孽障了 嘴里老是在叫着 寒雪 寒雪 我叫寒雪了吗 叫了 你叫了好几天呢 老爷 是不是寒雪的阴魂没散 我说了 你可别害怕呀 寒雪没死 她在宫里的御膳房里 你看见了 你怕什么她又没在这儿 她在说 她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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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这儿 回来了 她在这儿 你很吓 你干什么 啊 我arn 小玉 去把我的衣服挂起来 好 小姐 这件衣服你已经有了一件一模一样的 那一件就给你吧 谢谢小姐 晓月 今天礼拜几啊 今天礼拜天 姑爷怎么没来啊 我去书房请过了 姑爷说她要写点东西不来了 一个礼拜就这一天她还不来 我去找她 姑爷 今天礼拜几啊 我哪知道 你不知道是吗 那我告诉你 今天礼拜天 是你订的 每个礼拜天都到我那去的 我什么时候说过了 哎 还给我 给我拿回 跟我回去 我破腹 这是谁把我变成破腹的 我告诉你 今天你回也得回 我回也得回 你放开我 你说我破腹是不是 我已经破腹你看 怎么了 想破腹 你好了够了你 你疯了你 你干什么 回去 你疯了 走路 你干什么 行啊叶志秋 你找本事了是不是 我给你拼了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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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霸曼 我请告你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从今往后 你过你的 我过我的 你这这混蛋 哎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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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你好几天都沒有來了 你嚇死我了 你上岩 上我房去呢 别想别争了 大超岩 你是什么人呢 你们三个不给我陪着啊 三个四有点舒舒服服的啊 那大家可以 这些人多好呢 四好点啊 妈妈 这银子 几账 我师父能把肚子了 今天一定能够换起 你来这里 咱们别喝了 咱们猜拳吧 好好好 猜拳吧 不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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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好了 猜拳吧 好烦啊 等一下 啊 啊 我不行 我要 我不行 我要 我不行 是你的 好 我的 我的 是你的 好 自己玩去 好 大少爷就是这样 搬出手挂出 谢谢 谢谢 大少爷是大方 可是 他借我们洪庆楼的钱很少 姐姐心疼了吧 大少爷又不是你家姑爷 爹家有的是钱 你操老门子心呢 确信嘛 确信嘛 一致 玩的就是心跳嘛 金楼有酒金楼醉 哪管明天喝凉水 是啊是啊 来来来来 家姑爷 大少爷 玩得开心吗 开心 人生几何 及时幸运 一定要开心 开心就好 不过开心 是要用钱来买的 大少爷 欠红瓷楼的银钱 今儿跟一几次乱去 又不是我给你 我今儿没带那么多 改天给你一块不上 大少爷 我们红瓷楼啊 他不是聚宝盆 他也不是摇钱瘦啊 这每天一睁开眼睛 这老老少说的 彩米油盐 吃喝开香 挤儿媚儿的 胭脂发粉 步履衣裳 不能用您钱来换的呀 这您老是舍欠着 您让我喝西美窗去呀 反正今儿呢 你这拿得出要拿 拿不出 你也得拿 走 什么事儿啊 这么晚了 三更半夜的 告诉你们家老爷 叶叶少爷 被我们红杏楼给扣出来 叫你们家老爷 赶紧拿钱书人 老爷 在哪儿呢 赤销 赤销 跑回这份了 一手交钱 一手交人 把账本拿来 赤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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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报人 怎么不敢下去 关姑姑 你让我上阵来 看什么呀 看井上空月和韩雪约会 你 你这不故意在我上阵上散烟吗 别急 我是有用意的 什么用意 韩雪向我保证过 她和井上空月只是朋友 没有男女私情 姑姑要看看韩雪到底是什么样的人 那 那要是他们约会呢 那韩雪就是个有心机的坏人 那要是韩雪不来呢 那就证明她是个心口如一的好女孩 她来了 韩雪 光月 你怎么在这儿 黄贵妃娘娘呢 黄贵妃娘娘不会来 是我让你来的 是你让我来的 难道你不知道吗 在宫里 男女是不能单独见面的 你想害死我啊 这你不用担心 我来跟你见面 是于黄贵妃准许的 于黄贵妃准许的 为什么 因为我帮朝廷办了件大事 所以这算是对我的奖赏 对了 空月 我正好想找你 聊聊格格的事 我们今天就别谈格格的事了 行不行 那你找我干什么 这是我母亲给我的 上次就选给你了 好精致的扇子啊 真的很漂亮 你要喜欢就送给你 真的 送给我 谢谢啊 你看啊 她就是在勾引她嘛 姑姑看清楚了 姑姑也彻底了解徐寒雪这个人了 那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放心 我的好格格 姑姑知道怎么办 崔玲 怎么了 这些都是运寿平化的 对吗 这些字你都认识了 真聪明 还不是你偷偷教我 偷偷学的 崔玲 说说这些话好吗 你看 这幅画是运寿平的五仙图 来 你再看这幅 也是运寿平的 叫清风常在 你仔细看看她的话 就会发现 她的笔墨十分的润泽 还有整个画面 十分的柔美秀雅 开创了一代的新风 这些啊 都是画作中的精品 哇 画有这么多的学问 崔玲 我知道这些都是扇子中的宝贝 是啊 这些全部都是宝贝 就算舍掉性命 也一定要保护好的 嗯 我知道了 嗯 景尚先生 这画是谁画的 回娘娘 是日本画师所画 画得很传神 是的 娘娘 中日文化远远流畅 相互渗透 相互交流 有许多共同点 就连人情世故也很相近 景尚先生 你真是善解人意 知道本宫要对张栋 复兴皇朝有所表示 你就送来这文圣 古圣的画像 是 娘娘 通过文圣康有为 古圣张栋 复兴皇朝的希望 就落在他们的身上 所以我想 这两幅画 娘娘一定喜欢 收起来吧 自作 谢谢娘娘 不知道日本儿女婚嫁 是怎么个习俗啊 跟中国的差不多 父母真命 媒妁之言 听说景尚先生 也是皇室贵族出身 那么景尚空月 也有皇室血统了 这倒巧了 本宫侄女 强威格格也是皇室出身 正好两个人的年纪又相当 倒是现成的一对 娘娘如此高抬 景尚健 使不敢当 我就随便说说 强威格格眼睛高着呢 也不知道她能不能看上她 要不 我安排安排 全凭娘娘做主 全凭娘娘做主 我 难道真是老天眷顾 愿我心想事上 这皇贵妃居然掀开了金口 要和我锦上联姻 这是多么大的幸运 这好事来得太快了吧 快把我乐晕了 不不不 不要太得意了 还有一件大事没有办的 要冷静 沉愁 听说锦上先生送给余皇贵妃文圣武圣画像 是真的吗 确有其事 那你送给本宫什么呢 锦上健献给娘娘的建议 建议 什么建议 为了迎接 复兴皇朝的辩子军 进宫更有气势 娘娘届时可以让宫里的人 每人吃一把扇子 上面画上龙 再由娘娘亲自提笔 写上清风徐来 再造江山 娘娘认为如何呀 好主意 本宫立刻下旨至善 娘娘 那就来不及了 娘娘想 宫内起码有千把子人 那就需要千把子扇鼓啊 这么短的时间 制不出来的 这倒是个难题 娘娘要说难也不难 库房里还现成了那么多扇子 把扇面换掉 只要扇鼓就成了 是个好办法 这怕是 只怕什么 只怕是 御膳房的德公公 还有崔岭 寒雪 不好说呀 寒雪 那是 黄贵妃的人 要是他们阻拦的话 本宫下旨 谁敢违抗 娘娘还是慎重为好 本宫自有办法 哥哥 你一定要记住 你是皇家的哥哥 举止谈吐不能有失身份 你要雍容华贵 要像个淑女 绝不能风风火火 大大咧咧的 像个民间的野丫头 知道了黄姑姑 看你这口气 太冲 太野 你柔声点说 知道了 黄姑姑 是不是很有教养 很淑女啊 知道了黄姑姑 对了 这才像我们黄家的哥哥 那黄姑姑 我们现在可以去了吧 你看你 又不淑女了 你急什么呀 你要让景上空月先去 在那儿等着你 你再姗姗来迟 你绝不能兴冲冲地就过去 爹份 嗯 我就这么坐着 景上空月 你就慢慢等着吧 等着我深深来迟 好 父亲 您这么严肃在想什么呀 今天你要进宫 去见乔雷哥哥 我不去 站住 坐下 今天进宫 不单单是想起 还要完成一项 重要的任务 我说过了我不爱哥哥 您不能勉强我的 为了大日本帝国的利益 为了你的前途 你必须去 必须要接受姜维格格 空月 如果你还认我这个父亲 还想有所作为的话 就听我一句 父亲 不会害你 您只考虑到自己的目的和利益 你想过我的感受吗 好 公分 收摄 楸茜先生 您好 这样 哥哥 今天天气真不错啊 挺好的 空气也好 香 你没事吧 哥哥 你怎么跟以前不一样了 不好吗 很淑女 很贵族啊 不好 你不喜欢 不喜欢 以前的哥哥虽然很野很疯 但至少挺可爱的 现在这样怪怪的 我也觉得我之前的样子舒服些嘛 我今天来呢 就想告诉你 我喜欢你 你呢 喜欢我吗 你挺可爱的 可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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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爱是爱吗 我们去逛逛 逛逛 逛逛 去逛 到底是不是到了 我怎么看呢 秋喜 我去谈这次也就六七天的时间 库房的钥匙交给你了 一定要把我看好那些宝贝 放心吧 翠玲 我一定看好这些宝贝 你们现在看到这个御花园 只是我们宫里的一小部分 我们有成千上百的 瓜 还有 还有成千上百的房子 你知道吗 从我的宫殿 到黄姑姑的宫殿 就要走三个钟头呢 好 上次我只是跟你说 我们吃的东西 但是我 韩雪 冯月 你去哪儿 贵妃娘娘 让我跟德公公 去谈遮寺 选成项目 那你路上小心 韩雪 走吧 那我们走了 好 你在想什么呢 这里离谈遮寺 还有多远啊 大约还有一袋烟的功夫吧 贵妃娘娘 让我们两个 都去谈遮寺 这御膳房 就没有管事的人了 其实 去挑选成项目 一个人就够了 我年老体弱 腿角不变 这不是理由吗 我只是有些担心 你担心什么 御膳房缺你 你天塌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我知道 你是对那个叫井上健的 有不好的预感吗 我也说不清楚 我说的清楚 这两天 那个叫井上健呢 老是在两位贵妃娘娘的身边拽 她也曾经开口跟我借过 库房里的扇子 可是被我拒绝了 你们不是一伙的吗 我跟她怎么能是一伙的呢 我只知道 她喜欢中国的胡董和字画 所以早在心里防着她了 我是怕我们都离开御膳房 就有人可以有机会 既然是这样 那你还来谈这时代去 贵妃娘娘下的旨意 我不敢回家 那就 没有别的办法了 没有别的办法了 都给我停下 我手里的锅都给我放下 好样子在这中 在我这里 拿给我 为什么 我要开工房 拆扇子 拆扇子 你说什么 你们昏头了 小丫头 你说谁昏了头了 我可告诉你 这是娘娘的旨意 你肯定假传圣旨 贵妃娘娘怎么会拆扇子 再说崔令不在 我们做不了主 你 谁说崔令不在 做不了主 娘娘你吉祥 本宫在此 谁敢多嘴 现在本宫扳旨 为了皇朝复兴的需要 把扇子库房的所有扇子 拆除扇面 将扇骨重新翻面带用 是 娘娘 库房好多名扇 拆不得呀 放肆 怎么轮到你一个奴才来跟我说不 给我讲准 库房钥匙呢 娘娘 在她身上 摘下来 打开库房 拆扇面 嗯 怎么样才能在这玻璃扇上 做出永不褪色的画面呢 我说你这没事看这玻璃扇干什么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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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这个心思都在哪儿呢 怎么挑的那个沉香木不是有巴结圈布置了的呀 这怎么能叫巴结呢 所有的木料都有这样的纹路啊 你 你还敢顶紧是不是 德公公 您看看 您挑的这盘木料 不也有巴结 也不直溜吗 你 我怎么说一句你说两句啊 你这是在屋里取闹 你呀 别那挑见沉香木了 去 后园喂马去 我来这儿不是为马的 我让你去就得去 必须去 走 呀 你 你 你 他 你 你 你 他 我 你 你 原来这后院 有个一下山的路 你干什么 小小啊 这都规制规制 我要拿走 不行 这些扇面也是宫里的宝贝 你不能拿走 什么宝贝 扇子都拆了 这都是废纸 你不能拿 秋晓啊 这扇面是你们家的 宫里没挡回事 娘娘也没挡回事 关你什么事啊 翠领关照过了 谁都不能拿这些扇面 我不会让你拿的 徐翠领算什么呀 跟你说吧 娘娘用这只指头 都能把它给碾死 什么玩意儿在这说散道死 人模狗样的发号事里 走开 不 我听催领的 你休想拿 催领催领 他人又没在 自个儿舒服就得 小姐 想不想发财呀 想不想过好日子呀 这些扇面 我拿出去换成银子 咱们对半分 大清国呀 迟早要完蛋 以后咱们出了工 搭着半过日子 有这些银子呀 想不尽的融化 嘿 原来是你打这些善变了主意 你给我滚 怎么着 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 那你可别怪我不客气了 走开 你 瑚 kom 不懂达 这两天那个叫井上健的 老是在两位贵妃娘娘身边装 既然是这样 那你还来谈刺事代去 你呀 别点挑战陈强木了 去 后园喂马去 我来这儿不是喂马的 我让你去就得去 必须去 原来德公公让我喂马 是想碍事我 赶紧回御膳房 不行 我得马上回去 未必娘娘 让我们两个都去谈刺事 这御膳房就没有管什么 其实 去挑选陈强木 一个人就够了 不知道为什么 我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他也曾经开口跟我借过 顾房里的扇子 可是被我拒绝了 我只知道 他喜欢中国的古董和字画 所以你早在心里烦恼他 我真是活着 你误会多了 我怎么能离开御膳房呢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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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不然被人杀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秋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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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这样 怎么会这样的 秋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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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你的手下 妹妹不敢惩罚她 是她自敢赖在这儿 不肯走了 徐催领 你为什么要赖在 贵妃娘娘这儿不走啊 毕娘娘 秋夕被人杀了 那些名贵的善面 都被盗了 我只是想起娘娘 赶紧下职 捉纳凶手 什么 御膳坊那些善面 被人偷盗了 这是怎么回事啊 姐姐 皇朝复兴 你有文圣武圣的画像 妹妹总得拿扇子 做做文章吧 妹妹 你这为了用扇骨 你就拆了扇面 这不可以吗 韩雪 你先回去吧 是 谢谢娘娘 你们也都下去吧 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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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妹妹 你知道你犯了多大的错误吗 姐姐小题大做了吧 且不说御膳坊 这些个名贵的膳子 每一把都是无价之宝 你单就为了迎接腹臂 拆了这些膳面 做什么清风徐来 这事要是传出去 这不是给反腹臂的人 送县城的把柄吗 更让人拿画霸的是 这些个名贵的膳面 竟然都被偷盗了 是吗 妹妹 您说这事 我应该怎么处置 恭喜姐姐 这下你可得到机会了 行 妹妹理短 姐姐您看着办吧 妹妹不必赌气着 姐姐不是为了要拿捏你 姐姐是怕那些反腹臂的人 将小小拆扇面之事 拱闹成轩然大波来 到时候你我 怕是吃不了 要兜着走 姐姐她的意思是 要是皇朝复兴受阻 我倒是罪回祸首了 妹妹 您说呢 小梅 这两天有谁来过库房 那些插扇子的太监 除了太监还有别人吗 好像没有看见别人来过 我看见贵妃娘娘的贴身太监 和那个日本教官来过 日本教官 对 什么时候来的 昨天中午的时候 我看见那个太监和日本教官 在这边一边走一边说 但是他们也没有进库房 只是一患而过 难道是请上街 娘娘 陈香木已选好 请娘娘过目 看什么看 本宫让你和徐寒雪 去谈这次选陈香木 就是让你看着她的 没想到她竟然提前回宫了 娘娘 陈香木已选好 是老奴让她提前回宫的呀 你准许的 她这一提前回来不打紧 可给本宫惹下大麻烦了 她惹出什么大麻烦了 你问她去 那个余皇贵妃 总算抓住本宫的短处了 看来这次 她是要兴风作闹了 那老奴能为娘娘做出点什么来 这次余皇贵妃 终于找到借口 要对本宫动刀了 你给我实时注意这徐寒雪 你有什么动静 立马向本宫报告 这 卫妃娘娘竟然拆了扇面 为她制作清风许来的复辟扇 而且拆下来的扇面 还被人给偷了 这下她的祸可闯大了 可这对咱们来说是件好事啊 这有什么可好的 她只输了一招 可我赢她在五成之上啊 黄姑姑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哥哥 你还年轻 你当然不懂得 浣海沉浮 深宫谋略了 这个静贵妃 自从溥仪当了皇帝 她就一直暗中和我较劲 她想效仿慈禧 垂帘听政 她有那个才吗 再怎么说 我也是同志的妃子 皇帝还封了我皇贵妃呢 所以应该把握权柄的人是我 哎呀 这什么娘娘之间的事 干嘛说给我听啊 你还不明白吗 在宫里我救你这么一个亲人 姑姑要帮你在宫里打好根基 也为了姑姑早一天能够垂帘听政 一十二鸟 一十二鸟 那皇姑姑你的意思是说 你要打的是第一只鸟 就是要罚贵妃鸟鸟了 不是罚 是拢 拢落 我要打掉她的威风 打掉她对权柄的觊览 我要让她心悦成福的 为我俯首天儿 那 那你要打个第二只鸟呢 这第二只鸟 就是帮了哥哥你了 哎呀 这跟我岳有什么关系啊 德公公 秋夕被害 山边被盗 贵妃鸟鸟鸟 你说这些没有用 锦商进来过这儿 什么 他来过 谁看见了 有宫女看见了 他们看见没看见 他拿走善面 没有 他甚至都没进来 废话 可是想来想去 一定是他拿走的善面 我去问他 站住啊 有道士 捉贼捉造 你有他的造物 紧紧看着他 你有什么证据 证明是他偷了 肯定是他 除了他没有别人 他那么贪婪 早就惦记我们的山面了 我丢了那么多宝贝 我不能不管啊 不是 你没有证据 就无法确认 你怎么管 难道就这样算了吗 不 有人会管 与皇贵妃驾到 皇贵妃娘娘吉祥 今天本宫来御膳坊 是要下一道抑制 关于御膳坊 明贵善面被盗一事 事关重大 损失严重 御膳坊催领徐寒雪 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本宫盼你打入死牢 以待候审 娘娘 为什么 为什么要处罚我 这还用本宫说明吗 丙娘娘 扇遍被盗时 徐曾老郑和老奴 奉了锦妃娘娘的义旨 正在谭哲寺里挑选陈香木 她 她并不在场啊 在不在场不是理由 她是御膳坊的催领 她必须领罪 可是娘娘 我是什么样的人 你应该很清楚 身边被盗了 我比任何人都着急 我也在想办法找出凶手 韩雪 原来本宫很器重 可是你以骄士傲 目中无人 捅出这么大个娄子出来 我不处置你难以平公愤 我不处置你难以立公归 你下死牢是咎由自取 娘娘 我恳求你 我恳求你 让我先查出凶手 再下死牢也不迟 住口 本宫遗旨 哪有得你肆意妄为 真值 来人哪 忘娘娘遗旨 把徐韩雪带走 什么 于黄贵妃天然下旨 将徐韩雪打又死了 是的 娘娘 好 很好 于黄贵妃有点意思 其实 娘娘最清楚徐韩雪是无辜的 忘娘娘在必要时 还要施以援手 这是你一个奴才 该说的话吗 奴才该说 奴才该说 起来吧 谢娘娘 去 拿上那块田花老玉 陪本宫去见余皇贵妃 你说 什么风把妹妹给吹来了 姐姐 妹妹是谢罪来了 妹妹何罪之友啊 为何用谢罪二字啊 姐姐一片苦心 妹妹恍然大悟 妹妹不甚感激 妹妹妹 你我再怎么着都是皇室贵妃啊 家仇岂能外扬 正好找到一只替罪羊 也好了了你我的尴尬 和安 打开看看 妹妹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早听说姐姐 要命一块田黄 钻刻宝印 妹妹手头 正好有这么一块老田黄 妹妹无才无能 又不想长权柄 有着田黄也是无用 今儿个送给姐姐 刻一方玉玺 也许有一天 姐姐垂帘听证的时候 用得上 妹妹你说的可是真心话 今后宫中一切 但凭姐姐做主 好 妹妹的心意 姐姐领了 好 来收起来 不知姐姐打算如何处置许晗雪 身为御膳访的崔岭 犯下如此大罪 下死牢是咎由自取 不过现在已经是民国了 法律也没有那么严了 不过她下了死牢 就没有活着崔岭 不过 姐姐真是惠人人心啊 徐晗雪曾经是我欣赏的 不过此一时比一时 那个死牢 也许是她老死之地 这也是黄贵妃娘娘的人次了 是啊 黄姑姑 我不相信传说 我想让你亲口告诉我 是你把韩雪倒到死牢里去的吗 是真的 为什么 是为了我 不全是 当然没有了韩雪 也就没有了障碍 可是拿韩雪的性命 为了我的爱情做牺牲 这是 至少这样一来 锦上空月就死心了 姑姑都是为了你好 那也用不着 用这么臂肥的手段啊 放肆 黄姑姑 我不要去上空月了 你放韩雪吧 哥哥 你以为我把韩雪关起来 是为了帮你吗 你错了 韩雪是御膳坊的催礼 御膳坊出了事情 她必须负责任 而且出了这么大的事情 不可原谅的错 可是 可是丢了顺妹明明就是锦贵妃的错 你为什么要抢架在韩雪头上 让她做替罪羊呢 让她做替罪羊呢 皇室贵妃会有错吗 你听过皇上有错吗 你听过贵妃有错吗 那 那他们错了怎么办 他们不会有错 这永远错的都是下边的人 那韩雪她 我再说一遍 韩雪是御膳坊的催礼 御膳坊出了事情 她必须负责任 黄哥哥 我现在终于明白你一杀二鸟的含义了 义兰 你拉拢了几个贵妃 在这儿 你借到那杀人 哥哥 总算你有点长进 哥哥 哥哥 空云 海雪出事了 主力 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事呢 我也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黄姑姑 为什么突然下这样的纸 我求她也没有用 要不然你求求你父亲吧 上次你闯冷宫的时候 她不是求了皇上 救了你和韩雪的吗 为什么会接二连三 发生这么多事 为什么怡黄贵妃 会对我突然翻脸呢 这到底是为什么 但我敢肯定 是锦尚剑 盗走了那些扇面 可是我没有办法去证实 怎么办啊 这些扇面 现在在哪儿呢 姑娘 你怎么老不吃饭呐 别多想了 既然来到这儿了 就听天由命吧 别自个儿 跟自个儿过不去 公公 进来这儿的人 一般得关多久啊 这是死老 进来啊 就俩字儿 一个是死 一个是死 一个等死 我 都处理 都不想了 我 都不想了 都不想了 你 我 都不想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